最近这一两年 在中国市场电动MPV真的是非常火热 很多国产品牌都在疯狂地推出 各式各式样的电动MPV 那么这一次小鹏也不例外推出了 他的X9的纯电动MPV 但是小鹏有一点我非常欣赏 至少在外观上没有去按照主流那种 日系风格的大方盒子去做外形 在造型上面他们管这个叫战剑式外形 在车头部分其实它还是跟小鹏其他的车型 有这种家族化语言 在这里我想说的家族化语言非常重要 很多往里去喷 全都是套娃式的设计 我告诉你套娃式对一个品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在整体的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正侧面看上去它不是方盒子 也不是那种非常主流看腻的那种日系的风格 而是有它自己想法的一套设计理念 包括在车头撞风面也没有完全去考虑空气动力学 可以看到它为了保持小鹏原有的这种设计语言 在车头部分还进行了一个鲨鱼头式这种回旋造型 说实话对于电动车来说这种车头并不友好 但是它造型还真的非常好看 在侧面可以看到在车尾部分 它也没有按照我们传统那种日系的MPV做一个垂直切面的车尾造型 来扩大车内使用空间 而是有自己的想法进行了一种滑背式 同时也有一个压尾式的回旋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外观上面 我给想法X有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它没有入俗流 那么作为一台MPV来说 我们一起看看内饰和内饰布局上面有哪些它自己的特点 在内饰设计上面X9我真的还是很喜欢的 第一方向盘我就非常喜欢 它一个方向的方向盘 那么整个小鹏的logo是在左上角这种不对称的设计 说实话很好看 而且你不觉得它很复古吗 它在复古为一个它全新合作伙伴 曾经用过的一个logo的设计 那么在整个车内的仪表台的设计氛围里面 那么车机系统没有办法正方形的造型 那么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也没有好也不好 但是在很多细节地方 我可以看得出来小鹏是用心的 比如说这个多层次感的仪表台 那么这种软包包括布置内饰 包括木纹 包括皮革 它是按照分层不同来进行一个立体的设计 这套设计其实看得出来是非常用心的 另外一点它的空调出风口 是这种跟我们过去以往接触的完全不同的 它也进行了很多花纹的造型设计 同时用这种金属的材质 而它这个风吹是微风 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那么作为21世纪的国产纯电动车 双无线充电板肯定是标配了 同时加了一个通风口 这样可以降低你的手机无线充电板上 过热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水位架布局 无线充电板包括扶手箱 都是现在主流电动车一个标配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标配设计 也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反馈 这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 现在很多国产的电动车 不管是MPV SUV都采用这样的设计 这是目前前排格局相对合理的 那么作为一台MPV来说 我们一起去看看后排 第二排采用零重力座椅 那么在后排的体验层面上 其实小方也考虑了两种用户人群 一种就是现在新星人类 一切操作都可以靠语音来完成 语音可以控制后排的 像屏幕像所有的座椅按摩 座椅加热等等的那些 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喜欢用 语音交互的这些乘客 那么在后排所有的功能 也都提供了物理按键 比如说在座椅这部分 我们将扶手向后拉 后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 包括太空零重力座椅的快速调节 在这都有一套物理按键 在右手边是有可嵌入式的 无线的充电板 另外设备架也是这种翻折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门上 还有一套触摸按键 这有一个TV 它可以打开这个21.4的后排屏幕 作为第二排第三排乘客 在高速跑长途的时候 21.4的屏幕可以给后排 带来更为轻松的下转机 零重力座椅可以一键启动 躺下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屏幕的角度 可以随着零重力座椅调角度 另外当你这个视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车顶是一个环抱式的造型 这个造型特别像波音737 机顶那个造型 非常好看 当然零重力座椅也非常舒服 当第二排调到了一个大VIP坐姿的时候 可以看到作为1米86升高 后排我觉得还是OK的 当然你会觉得有一些的局促 但是第三排的靠背 还可以向后倒 这就提升了很多舒适性 另外像头枕的位置还可以再去升高 那就舒服多了 另外我们今天想要感受一下 这台车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我驾驶的时候 我打开了它那个NGP的驾驶补助系统 那么整体来说它对于车道的识别 包括车道的识别以及速度控制 还是由小朋友自己一套逻辑的 其实整个体验感还不错 那么在乘坐的过程中 我在第二排的老板座椅上面 说实话 整台车因为它造型的问题 在风噪控制上并不是非常的优秀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底盘悬架 它配备了空气悬架 那么对于路面细碎这种振动 过滤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这种大起伏的时候 我觉得悬架层面上 还需要一些细腻的调教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不去做那些激进的加速刹车 和激进的弯道驾驶的情况下 按照一台我们正常驾驶 正常使用的这种模式情况下 它在高速巡航的这种驾乘的体验 还是非常的舒适和相对安静的 只要你时速不要太高 因为刚才开头我们说到了 它车头造型完全没有考虑空气动力学 但是考虑到了小鹏自己的这种设计语言 但是这一点我非常支持它 所以那点空气动力学的噪音 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整台车巡航状态下是非常舒服的 作为一台家用的纯件MP来说 我觉得这台车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当然了价格我跟你一起等 38.8的预售价之后 所有配置出来之后 我觉得可以 这台车我们在进行一次深度的设计